不久前 李文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分享了中国好声音的幕后视频 这段长达24分钟的视频 主要内容是李文出道好声音之后和学员见面 并指导学员排练的情况 从视频可以看出那时的李文非常开心和兴奋 他说他对每个学员都已经进行了了解 还给每个人都起了昵称 在很长时间的录音棚排练内容中 李文耐心又细心地给每一位学员指导 帮助他们选歌 为他们的进步而高兴 李文的整个状态都是非常热情的 直到排练结束 李文回到车上 才发现自己的嗓子已经哑了 中国好声音自从决赛播出以来 李文和好声音节目组关系破裂的传闻就越来越多 还有爆料称 他删除了所有关于好声音的动态 这次他特意发出这个视频就显得别有生意了 网友们也几乎都是站在李文这一边的 毕竟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谁不站立 一眼就能看出来 首先 李文并非首选导师 而是在廖昌勇退出之后接任的 也就是说他的战队学员并不是他选的 其实这些学员不一定代表他的喜好和审美 但他还是满怀热情的投入了工作 但是到了战队PK时 好声音的赛制让他迷惑了 周飞哥的分数是88.3分要被淘汰 而别的导师的学员分数比他低 却有机会继续PK 比赛现场曝光的一段视频显示 李文当时很生气 对导演表示质疑 大喊不公平 事情闹大后 节目组和李文私下进行了协商 给了周飞哥一次PK的机会 随后李文表示误会已经解除 不过从此之后 李文在节目里的镜头就少了 然后就到了总决赛 在录制当晚 传言李文的脚因为有伤和学员合唱时摔倒了 他坐在地上为学员贺音 但出现了这样的突发情况 节目组竟然没有叫停重录 从播出的镜头可以看出 李文演唱时表情确实很痛苦 然后就有人发现 李文的动态里面 关于好声音的内容一条都不见了 包括之前那条表示谅解的 因此各种传言就出现了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李文和好声音闹掰了 好声音对不起他 总之 李文不是一个愿意吃哑巴亏能忍的人 但对于和中国好声音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却一言不发 或许里面是有什么不足为万人道的隐情吧 但他还是发了这段视频 讲述了自己在好声音里面到底做了什么工作 这也是他的一种表态 一种回应 我对得起自己作为导师的工作 这就够了 我们回到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本身 他算是中国音乐综艺的老前辈了 2012年第一季中国好声音播出 一度爆火 红到发紫 是毫无疑问的国民综艺 在之后的十年的时间里 中国好声音不断播出 只不过今天的好声音已经辉煌不在 口碑不在 看点不在 再也不能吸引住观众的眼球 甚至受到了很多批评 那么曾经的国民现象级综艺 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挽回的呢 其实中国好声音并不是中国本土综艺节目 而是引进的外来综艺 荷兰有一档节目叫做荷兰之声 这档节目在当地大获成功 因为这档节目的爆火 众多国家开始引进这档综艺节目 2011年美国引进荷兰之声 并将其改名为美国好声音 一度收拾爆棚 至今为止 荷兰之声已经出口到64个国家地区 从这就可以看出 这档节目到底有多受欢迎 而国内电视台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于是蓝台就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事实上 在没什么大火音乐综艺的当时 中国好声音作为相对来说 第一档音乐选秀综艺 地位着然 他的爆火不是没有依据的 中国好声音展现的看点就是 不看脸只看实力的导师盲选模式 一旦选手的歌声打动了导师 导师便会按下按钮为选手转身 这种新颖的选人方式颠覆了以往的音乐节目形式 在当时令观众耳目一新 第一季的导师也都赫赫有名 刘欢 纳英 于成庆 杨坤 每一个都是跺跺脚 乐坛 抖三抖的大人物 更为节目增添了不少看点 再加上如果有多个导师有选择异象 学员可以自己选择心仪的导师 这种前所未有的双向选择 让节目有了更多趣味性 更别说导师为了抢人针锋相对 花样百出又各个风趣幽默 总之中国好声音的爆火有迹可循 第一季的好声音是货真价实的神仙打架 无数好歌手好声音出现在舞台上大放异彩 而他给蓝台带来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 与蓝台联手制作好声音的灿新文化 借此身价飙升估值过百亿 在此基础上蓝台趁热打铁 推出中国好声音第二第三季 只不过似乎巅峰之后便是落寞的开始 中国好声音的下坡路从第二三季就隐隐有了预兆 第二三季的中国好声音开始暴露出过度商业化的弊端 被网友质疑有剧本和黑幕 比如学员过海选要交钱 导师转身要交钱 晋级要交钱 甚至这一切都是明码标价 2018年一条揭露好声音黑幕的视频爆出后 瞬间引爆网络 视频中的选手称自己是中国好声音 驻马店赛区选手 前不久刚刚接到节目工作人员的电话 说只要给钱就保证能晋级 起初还是有人不相信 这么大一个节目 冠名费动则三个亿的综艺 怎么会从选手身上赚钱 直到节目曾经的导师陈奕迅说漏了嘴 这件事算是实锤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节目上 实力和机遇是统统可以靠边站的 可以重复登台 可以操作结果 可以被安排晋级 除此之外 导师和学员的绯闻也愈演愈烈 虽然第一季就已经有导师学员的绯闻 比如于成庆和吴莫愁的绯闻 杨坤和学员丁丁的绯闻 但那时好声音正如日中天 绯闻也不过是为这档节目增添热度罢了 这时的好声音仍旧有张碧晨周深这样的神仙学员 热度也还没完全消散 因此蓝台的捞机能力依旧可观 只不过这块蛋糕自然也引起了其他势力的关注 中国好声音第五季时 灿星文化蓝台和荷兰之声版权授权方 在版权问题上产生了纠纷 好声音版权被荷兰授权方 以四个亿的价格转卖给了唐德影视 在这场版权争夺战中 蓝台大约是自认为前几季的好声音 已经为自己积累了足够的名气和观众缘 于是拍板决定将中国好声音改名为中国新歌声 只不过这一次蓝台走了一步错棋 歌名后的好声音不但logo有所改变 导师盲选阶段的转身也不再保留 而是改为了导师面前一堵墙 拍按钮往下冲的姿势 转椅便站车这种山寨风一出 好声音便备受诟病 表面上新导师周杰伦的加入 让节目有了热度和看点 实际上这恰恰是好声音热度口碑下滑的最好例证 因为不再有热度和口碑 才需要周杰伦这种全民偶像的加盲帮助 虽然争夺后蓝台拿回了版权 但这次风波已经让好声音元气大伤 不复从前的辉煌 而拿回半圈也不是好声音起死回生的开始 作为一档元老级综艺节目 曾经创造的辉煌不能吃一辈子 然而好声音的主创团队似乎没意识到这点 好声音的呈现模式早就随着时间的推移 变得老旧不堪 还选导师选人 主持人的开场白 一切都是换汤不换药 根本没有任何创新 在各种节目花样百出的时候 原地踏步就意味着注定消亡 频繁的导师更换也消磨了观众的熟悉度和支持度 第十季时 元老级导师纳英更是声称 档期不变退出了好声音 一个陪伴好声音一路走来的好伙伴都走了 好声音究竟没落到何种地步 不言自明 而且好声音原本纯素人的看点也消失的无影无踪 因为来参加的人全都是小有名气的歌手 网红老学员 再加上本季导师李文和节目组产生一系列矛盾 原以为这些年好声音可以深刻自省 没想到他仍走在一片漆黑的错路上 曾经的好声音能火凭借的是创新真心和实力 今天的好声音失败 同样败在没有创新 失去初心和实力的消散 内幕的遮掩上 在漫长的十年中 好声音原本有很多机会更上一层楼 或是尝试新方向 但他没有 于是最终也只能在娱乐市场上失去竞争力 走上自毁的道路 走上自毁的道路